死不明目的女士被放在公园长椅上 视线竟对着一朵玫瑰花 侦探将花拔起 小心翻开泥土 瞬间被吓了一跳 里面居然埋着死者的舌头 而死者是被铅笔捅死的 这是一起连环命案 凶手作案手法花里胡哨 甚至在每个作案现场都故意留下线索 而每个死者之间并不相关 仿佛凶手是随机作案 但真的是这样吗 在这之前 已经出现三名死者 第一位死者是个独具大叔 被凶手捅了三百刀 刀都被捅弯了 而且没有指纹 你能想象凶手是何等凶残吗 而现场有一封信 是以死者老婆视角写的 因为老公出轨 就把他杀了 然后自己也不活了 按照信的内容 警方却调查出死者是个老光棍 无庸置疑 这信是凶手用来转移视线 还没破案 第二位死者就出现了 死者是名女性 判定她是半夜回家路上被杀害 接着被凶手抛尸到桥底 下体被木棍破坏 木棍同样没有指纹 通过调查 女死者生前从事风俗行业 侦探还没搞清楚凶手作案动机 又出现了第三位死者 这次被杀的是个放高利贷的小赤佬 和女死者一样是在半夜被尾随 然后被鹰鹉砸头而死 这次凶手没有遗留凶器 而是放了一个玻璃罐 里面居然泡着小赤佬的二弟 凶手是何等的嚣张 陈队认为这三起命案没有共同点 应该不是同一人所为 凶手也没法推断是男是女 侦探却不认同 三起案件凶手都没有留下指纹 死者之间也没有关联 这就形成没有作案动机表象 没有动机的话 警方就无从下手调查 这反而是三起案件的共同点 话虽然是这么说 可侦探把所有线索梳理一遍 还是猜不透 三名死者之间完全没有联系 警方这边也在缩小调查范围 锁定了几名犯罪嫌疑人 通过审讯也一无所获 因为没有关键证据 破案陷入死局 与其同时 第四名死者出现了 是一名妙龄少女 年纪轻轻就是当地最大毒贩 并且他的死法最诡异 凶手这次是在白天 用铅笔把他捅死 死者眼睛还是睁开的 目光被凶手刻意摆 像格格不入的玫瑰花 花下埋着少女的舌头 这次的凶器有剪刀和铅笔 凶手就像是小学生 这四起案件扑朔迷离 如果凶手真的是同一个人 那作案风格也过于大相径庭了 头大的侦探正好听到广播剧 主播一人分射三角 突然有了想法 莫非凶手是人格分裂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一切就说得通了 侦探赶紧联系陈队 还真在审讯的人里 找到符合的嫌疑人 此人长期服用精神类的药 还说过要帮警察干掉坏人 侦探立马暗中观察他 正好看见此人在发病 疯子要杀人质 侦探却拿出了玩具枪营救 这波骚操作疯子看了都说牛 侦探本想刺激疯子 反向救下人质 好家伙 结果疯子不吃他这套 准备给人质来一刀 侦探赶紧说到太顿 砍不死他 枪才管用 还把枪给了疯子 疯子迟疑地丢掉刀 接过枪 就在扣下扳机时 侦探立刻制服了他 随即审讯 但没有证据证明 他是连环命案的凶手 只能把他送进精神病院 案件陷入僵局 就在这时 公园谋杀案居然有目击证人 可证人记忆力不好 当面指证嫌疑人时 在3号和5号之中挑户不定 但5号紫阳嫌疑更大 紫阳称他案发时在睡觉 家里人可以作证 可警方通过调查 他并没有和家人居住 因为他是孤儿 唯一的亲人姐姐也很久没见了 他的不在场证明不成立 侦探半夜偷偷跟踪紫阳 可在半路被人袭击 一辆摩托车疯狂追着他 侦探灵活躲闪到一边 准备喊陈队支援 结果对方开摩托笔直冲了过来 还翻车了 侦探上前查看身份 居然是一个警察 他坦白是陈队的上司派他来的 上司一直反感侦探插手案件 派他来吓唬侦探 让侦探支那儿退 看来侦探这边不是凶手 可陈队却真的被凶手袭击了 就在陈队回家时 一辆货车笔直冲过来把他撞飞 幸亏陈队出了名刀 没被撞死 可货车迟迟没有离开 他赶紧闭眼装死 对方没有再撵过来 陈队才得以活下来 侦探得知陈队被袭击 赶紧跑来医院 误以为这次又是上司的手笔 差点就要冲上去揍上司 上司无语了 侦探的脑子就这么 他就算和陈队有矛盾 也不至于要了他的命吧 那个人真的是个疯子 居然敢袭击 如果侦探还要查 那么下一个死的就是他 陈队恢复神志后 同样劝侦探停手别再深究了 命才是最重要的 侦探听到陈队描述的 凶手作案过程 拿捏住了凶手的弱点 他不能开车对陈队补刀 因为他要把车祸伪造成 肇事逃逸的表象 不是故意杀人 回到家里的侦探 还是对案件一筹莫展 案件仿佛没有突破口 根本没法想象凶手到底是谁 如果凶手真的是疯子 以常人的逻辑 去判断作案动机是行不通的 侦探想起了之前 被关在精神病院的疯子 立马起身前往拜访 连着叫他几声爸爸 疯子听得舒心多了 给侦探指了条明路 疯子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要了解疯子的想法和行为 首先得把自己变成疯子 接着侦探跑到公园里 开始进入发电状态 把自己想象成人格分裂 以疯子的思想在逆向推理 男人逼迫自己人格分裂 逆向推理连环命案凶手的作案动机 他为什么要杀人 为什么要说那些话 全部都是仇恨吗 人格分裂的凶手 真的有悲惨童年吗 孤儿童年最悲惨 无父无母 侦探赶紧翻开写满细节的笔记 5号嫌疑人紫阳最符合他的猜想 随即来到了子阳的家里 发现了一堆录音带 他赶紧打开听 子阳在叙述某天晚上看到一个女人 紧接着女人的惨叫声充斥着侦探耳朵 之后故事进入下一篇 又出现了男人的惨叫声 子阳不仅把这些人都杀害 还录下了整个作案过程 以故事解说的口吻做成广播剧 在他的世界里 他就是极恶如仇的英雄 侦探和陈队是假警察 可他为什么要持续杀人 还要录下来做广播剧呢 侦探找到了子阳的姐姐 姐姐说已经十几年没和弟弟相见了 得知子阳是连环命案凶手后 姐姐坦白了子阳的真实绅士 他其实不是子阳姐姐 当年他爸爸出轨 妈妈和爸爸同归于尽了 导致他成了孤儿 他还年幼 却在桥下被坏人强了 不幸怀孕生下了子阳 为了隐瞒子阳身世 他骗子阳说他是孤儿 还以邻家姐姐的身份陪伴他长大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发现子阳对他的感情越来越奇怪 子阳真的爱上了他 他谈个恋爱 子阳就会非常暴躁 无法控制自己情绪 会出手伤人 为了及时止损 他把真实绅士告诉了子阳 他是子阳的妈妈 从那之后 两人再也没有相见 因为一个谎言 只是一个谎言 便毁掉了子阳的一生 侦探听完终于明白了 子阳的连环命案一开始就不是随机杀人 每个死者对应着真实绅士里的不同人物 第一个死者好色大叔 对应着他的爷爷 就是因为爷爷出轨导致一系列悲剧发生 子阳把自己想象成奶奶 将大叔杀害 以奶奶的视角写下那封信 第二位死者风俗女人 对应他的妈妈 他则以坏人视角 把女人拖行到桥下 用木棍破坏女人下体 代表着妈妈曾经受过不公的对待 第三名死者放高利贷的渣男 又对应当年强了妈妈的坏人 这次把自己想象成妈妈 把渣男二弟直接拆了下来 将对妈妈的伤害全数还给对方 第四名死者妙龄少女 对应欺骗了子阳的大人 因为大人爱说谎言 子阳化身孩子 把少女舌头割掉 一切真相大白 侦探赶紧打电话告诉陈队 下一秒电话里传来子阳的声音 很显然陈队被子阳抓了 侦探快速赶来子阳家里 发现人质不仅有陈队 还有一个小孩 而且小孩同样是孤儿 在子阳眼里 这个小孩就是他自己 他明白孤儿童年有多悲惨 他要杀死小孩 小孩就能解脱了 这样他也解脱了 在子阳眼里 杀人是唯一的解决问题方法 因为只要人死了 所有问题都不复存在了 侦探发现子阳想法非常极端 为了稳定他情绪 把自己对应他的妈妈 可侦探终究不是疯子 根本预判不到子阳的下一步 陈队被子阳一枪打死 倒在了侦探面前 而侦探手里却是玩具枪 他是个假警察 须有其表 完全处于被动 什么也做不了 心有余而力不足 被子阳开枪打伤 子阳看到侦探没有伤害自己 默默地按下了录音机 录下英雄要对这个世界 说的最后一句话 广播剧也引来了婉姐 连环命案画上了句号 子阳永远闭上了眼 侦探也因此失去了 从小到大最好的朋友 伴随着与陈队的回忆泣不成声